欢迎来听好说 上期节目讲了中国古代公主们的悲惨生活 估计是打破了不少姐妹们的公主梦 有粉丝问 姐姐我不想当中国古代的小公主了 那白雪公主睡美人那种又美又娇的欧洲古典小公主怎么样啊 好吧今天接着泼冷水 这么说吧 中国古代的公主至少还要脸 欧洲的贵族们那是连脸都不要了 你别看所谓的贵族们穿得人模人样风度翩翩的 实际上要是形容贵族们的生活就一个字 乱 童话故事的结尾永远是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 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首先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之 而欧洲古代呢是一夫一妻随便出轨之 而且还挺男女平等的 无论是男是女 你最好都乖乖的出轨 找情夫或情妇 千万别在家闲着 出生贵族的男性 你自己的老婆给别人当情妇不丢人 你自己没有情夫才丢人 而出生贵族的女性呢 自己单独出面太失礼了 带着闺女出门那也是没教养的表现 由情人陪伴出门社交 那才是体面人的行为 大文豪莫里埃的喜剧就专门讽刺那些嫉妒的丈夫 被戴绿帽子 小菜一点嘛 你居然嫉妒 这说明啥 这说明你居然爱上了你老婆 我的天哪 夫妻相爱彼此忠诚 呸 那是中产阶级穷鬼的行为 贵族夫妇必须出门乱搞 你比如说法国国王吧 他们就有所谓的皇家情妇 那是专供国王炫耀用的 所以皇家情妇的衣服首饰排场 必须要高于皇后 比如路易十四的情妇 她在皇宫中有二十间房 而皇后呢 只有十一间房 那有没有坚决只爱妻子 不要情妇的呢 也有啊 路易十六 那可是法国王室三百年来 唯一的一朵奇葩呀 他居然只爱自己的妻子 玛丽王后 没情妇 结果王室本来应该给情妇用的 专门款项也拨给了皇后 就导致了自家皇后 以奢侈腐败闻名于世 最后的结局呢 是全国人民都鄙视这个 忠诚于自己妻子的男人 最终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夫妻两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你要是想在古代欧洲当公主 只能呵呵了 婚前呢得老实点 比如法国公主 没出嫁之前 大家都不要碰哦 毕竟是要拿去做政治联姻的 名声好了 能卖个好价钱 出了嫁嘛 那就要看你的娘家给不给力咯 娘家牛的 比如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 法兰西公主伊莎贝拉 他就跟情妇联手 把老公给宰了 就是贵族版的潘金莲勾结西门庆 杀了五大郎嘛 可惜啊 爱德华二世没有一个叫武宋的弟弟 死了也白死 但是娘家如果不给力的话 那堂堂王后也得对国王的情妇 低三下四 才能勉强过得下去 比如亨利二世的妻子凯斯林 他可是出生于美帝奇甲族 那可是一手导演了欧洲文艺复兴的 弗洛伦萨第一豪门 嫁起来之后呢 居然要靠讨好丈夫的情妇过日子 我估计听到这里姐妹们已经怒了 那还当个屁的公主呀 还不如直接当情妇呢 问题是情妇也不好当呀 比如史上鼎鼎有名的情妇简修尔 是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最宠爱的女人 国王倒台之后呢 被国王的老婆指控叛国 扒光了外衣 只穿着内衣游街示众 被肆意羞辱 话说到这里 我估计小朋友们心里 应该有了很多的问号 贵族们这么乱搞 生下来的孩子算谁的呢 这个嘛 在那个没有DNA检测技术的岁月里 乱搞也是要讲基本法的 这个基本法就是 长子继承制 西方贵族的继承方式 非常简单粗暴 权归长子 其他孩子随便去 所以只要确保长子是自己的 其他孩子无所谓咯 不过就是多双筷子 啊不 多付刀叉的事嘛 贵族嘛 养得起 所以贵妇们只要先生下长子 然后再出门乱搞 那就是很靠谱的妻子了 比如法国大文豪 巴尔扎克的著作《高老头》中 雷斯多摩伯爵跟夫人闹翻之后 伯爵就直接问 那群娃哪个是我的 夫人说了 长子是你的 得没毛病 多好的媳妇呀 可是当靠老婆说 那也没有实锤呀 儿子长得像爹还好办 要是像妈 谁也拿不出证据不是 感情我的孩子 跟我有没有血缘关系 全靠玄学呀 男人们表示太苦逼了 好不好 于是愤怒的男人们 想到了别的办法 古代欧洲 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就是生旧关系 外甥和舅舅 在欧洲中世纪部落当中 生旧关系等同于 甚至超越父子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身为男人 你无法确保妻子生下来的 一定是自己的娃 但是跟自己异母同胞的 姐妹生下来的孩子 那肯定是自己的外甥 跟自己百分百有血缘关系 所以那时候的欧洲小国 打起来 要人质都不收儿子的 谁知道是不是你亲儿子 麻烦把你外甥送过来 大家都喜欢看迪士尼电影 我们先别管公主了 记得唐老鸭不 号称最有钱的动画角色 史高智 就是唐老鸭的舅舅 而唐老鸭自己呢 也是天天跟自己的三个外甥 辉尔杜尔和鹿尔一起混 正是受这种欧洲贵族范的影响 国内有的版本呢 给翻译成了 史高智叔叔 或唐老鸭叔叔 拜托 你真是太不了解 人家的国情了 叔侄关系算个屁呀 你儿子都未必是你儿子 你侄儿能保证是你侄儿吗 只有你外甥才永远是你外甥啊 大家不要以为我夸张哦 古罗马有一个著名的讽刺诗人 叫朱恩诺 他在诗中曾经歌颂过一位贵族女性 说这位贵妇只在怀孕的时候 才出去跟别的男人乱搞 因为这样就能确保他怀的 一定是他丈夫的骨肉 这种行为是多么的高尚啊 果然跟外面的妖艳见惑不一样 百分百贵族贩啊 我估计现在要是哪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妻子 大着肚子出门乱搞 那血压能标出脑血栓的效果吧 可是贵族不一样啊 人家要的就是这个贩 所以记不记得N年前 有位霍太太参观了哈里波特式老房子 感叹中国人不够贵族太low了 人家要用三代把自己打造出贵族范 嗯 我要是他老公 一定摸摸头顶 看看有没有郁郁葱葱的感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由我捧个人场点点赞吧 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档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 再见